他是连死神方便都不敢招惹的日本不败拳王 出道十四年保持着拳胜不败 精准的腿法一击必中 被他踢中马上就会进入甜美的梦乡 雕赃可怕的飞溪再加上凶猛如虎的铁拳 让所有对手只要遇到他都只有挨揍的命 他就是日本不败拳王 布布洪松 在1989年 布布洪松和他的弟弟布布公也出生于日本东京 三岁起便开始练习空手刀 这一练又是足足十四年 在17岁时夺得了全国空手刀大赛冠军 在07年他进入到正式联赛当中 首场比赛就表现炸裂 仅用了一个回合便KO了他的对手 日子开始了他的不败生涯 2018年到2010年两年时间 他便斩获了八连胜的不败战绩 任何对手只要遇到了他 都会被他一回合之内当场干掉 然而在一场比赛当中 他把中国选手直接KO 仍然是没有停手 赛后也是嚣张表示 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站着走出他的擂台 除了投降 别无他法 然而这一次 他却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碰到了中国战队中的中国队长 郑军锋 我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那么这场比赛没有错 中日对决 蓝方选手正是补补红松 而红方选手则是我们的中国队长 郑军锋 这场比赛呢 也是一次中日友好交流 你会发现很奇怪 只要是涉及到中日友好交流 这个交流的比赛都非常非常的不太友好 那么这一次 郑军锋也是带队啊 带着此时方面 休息两等前来大战日本一众高手 这场比赛就是郑军锋与补补红松的 相信你也看到赛前补补红松这个实力啊 确实不是盖道 而且面对这个中国选手 眼中充满的凶涅 因为他觉得中国这个自由搏击起步啊 比日本晚太多了 想战胜日本选手 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那具体到底困不困难 让我们一起来看比赛 好的目前为止的话 双方选手的进攻还是十分凶的 郑军锋啊 打法是非常非常立体的啊 补补红松呢 空手道出身 相对来说 他这个腿法 可能是比他这个拳法要厉害 好了 天啊 他这个拳法要厉害 我就是给你这个拳法 再来说 我其实不就能够有点 他这个拳法要厉害 就是可以 有点突免的 有点突免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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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军锋的打法 是比较这个死板的 其实这也是正军锋的短板 经常是擅长用腿部 将对手避开之后 然后马上衔接自己的进攻 但是这个五红棕 也反应比较愣 所以说正军锋 这个短板 其实没有太暴露 好的 第二回合比赛正式结束 正军锋能够 让我们来看む иго 好 好的漂亮再一次的闪躲 连续的低扫腿 五步红松这手反应过来了 他也开始频繁的用低扫了 还是希望这场比赛 我们的正经锋能KO掉 五步红松 五步红松 我觉得刚才那一击平沟的话不算是击倒 倒想是大力把这个捕捕红松给丢出去了 所以说捕捕红松还有这个站起来的机会 刚才那一拳要是命中击倒的话 觉得比赛到现在已经结束了 比赛到现在已经结束了 比赛到我当时夹于强烈地打破了 竹尾西尼 好的 虽然说第三回合 补红松的进攻开始加强 但是前两回合的优势 他确实也是没打出来 OK 让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判定结果 好的 这个时候还是比较磨人的 补红松其实心里也清楚 自己在最后的这两下 其实打得一斑 好的 前两回合的优势 第一回合已经给到郑军锋 看一下第二回合 OK 第二回合也是给到了郑军锋 非常非常的好 让我们恭喜郑军锋 拿下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